他這回抄襲的部分在於在職專班 大家都知道在職專班對很多政治人物而言 不管什麼顏色 常常有所謂洗學歷的問題 沒有 你現在論點就跟江啟成在聲明的時候講的一樣 那我們就把在職專班通通的洗一遍 我覺得在職專班不是要洗的問題 我覺得這整個制度的問題 不要去污名化在職專班 我現在強調 學制的這個東西 不管是任何一個人他有心去向學 這件事情沒有被抹黑的空間 就是這個學位他如何的取得 今天不能因為李梅貞一個人抄襲了論文 就回來說這個所有的制度通通都有問題 你去唸這個人就是洗學歷 我非常痛快人家講什麼洗學歷 有材料你去談嘛 你好好的把你的東西寫完 你不用怕人家解釋 今天國民黨為什麼突然跑出洗學歷這三個字 就是因為李梅貞被抓到 他的論文疑似抄襲 我為什麼用疑似抄襲 他自己沒有親口承認這件事情 因為他道歉的不查 也不知道是哪裡不查 我覺得這個我要從這裡講一次 到底論文有沒有請槍手帶鞋 我相信有讀過碩士班的人 大家都心知肚明 包括網上去查 都有專門來做 我們就談嘛 所以我說超級就是錯誤 李梅貞就是錯誤沒有辦法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具體的人 你今天講他我覺得OK 我就強調 你不可以說我去人家家裡偷東西 偷完了之後我來 我被抓到的時候不好意思 誰叫你們的鎖這麼爛 你看你們的鎖插成這樣 是你的鎖要去檢討 我覺得這不對 我覺得這也是烏魯的現在跟過去 都在有念在職專班的人 所以我覺得一碼歸一碼 今天為什麼大家會對於 國民黨處理的態度 會覺得不能接受 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李梅貞是錯的 你就直接針對李梅貞的事情 去處理 你不要全部通通都抓出來 就說你看你們唸的 不好意思我也唸在職專班 我也不承認我 我還講個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用心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 完全不會 我講真的 梅貞姐做錯了 抄襲就是抄襲 但是他抄襲完之後 對不起他還沒講是抄襲 這個還沒有太對 這個重複96%對 重複96%這個問題 不是 你知道嗎 96%是別人的 還有4%是另外一個 我不曉得 你知道嗎 當北國寫成美園那個人錯 他還能夠照抄 這個還不是抄襲 還是什麼 疑似抄襲 因為目前還沒有結論 一次抄襲這個過程當中對不對 然後講這個就是錯 我沒有意見 可是他是經過完成了 口試的流程 包括學校都給他了這個證明 這是沒有問題吧 中大學給他了 口試教授給他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講 這個教授的問題 所以我才說 校方是不是應該在任何的 我包括任何的 都應該做 讓制度更完善 不要再出現這個問題 我覺得校方要做的 但是你本身要讀的學校 在此專班 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你想去念書 而是針對 就是黨主席江啟成 因為我想講的就是 他似乎就在歐梁世道 轉移焦點 把李梅貞的事情 擴大到走在在職專班 江主席江委員跟江老師 我就是東吳政治畢業的 在東吳有一個非常難唸的 在職專專叫做法碩裔 他真的很矮道也很硬 他就是在職專班 可是他是真的扎扎實實 唸完之後 你可以用來轉業 你真的可以去考律師考得上的 我想講的就是江主席江委員 跟江老師 你也在東吳政治系 政研所有指導過學生 如果李梅貞的事情 讓你看到的 只是在職專班的問題的話 那我覺得 老師你真的失職了 因為你沒有把真正的問題 點出來 現在是李梅貞的狀況 而不是在職專班的狀況 你要去講別的學校 那你想想看 你所在的學校的在職專班 有這樣的問題嗎 我覺得不用用一竿子打翻全傳人 你也不能說 因為我唸在職專班 你就說你的論文都是來洗的 當然不行 就不能這樣打一個 當然不行 對 不能說今天有一個在職專班 這樣你就說 人家都是來洗學歷 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那個中山大學 內部人士還跟我爆料 自行各年中 剛直播開錄之前 他說林德昌跟朱錦鵬 就是那個口試委員 對 然後整天就約 東華大學副教長 整天就約這個國民黨的朱錦鵬 一起去中山大學演講 那些學生還強迫被去聽 因為沒有聽完五次的話 沒有辦法領到什麼學習護照 還沒有辦法過 裡面就確定跟你講說什麼 孔子學院這多棒 你知道澳洲孔子學院 就已經被禁了 那就是中國統戰的一個部門 你學校還強迫中山大學的學生 去聽演講 然後去講說什麼孔子學院 有多好多好 然後請來一些學生 請來一堆老師 然後還在那邊去講說 其實華為是私營企業 華為都是被抹黑的 被抹黑的 他就會講一些 完全是當中國宣傳的話 中山大學的這個 之前是大陸所 現在是亞太所 這個中山大學亞太所 他是中國的宣傳部門嗎 為什麼林德昌 可以找朱錦鵬 可以找一堆 親中的統派的學生 這件事情 更嚴重什麼 他還提到那個 報告爆料的人他還提到 裡面有個學生 在周俊瑜 他同時開了一個公司 叫台灣優良物產公司 然後說做生意 就幾億幾十億 他為什麼要去這個戲所 交朋友 交什麼朋友 認識這些有統戰關係的人之後 他可以把台灣優產品 去賣去中國 他的窗口打通了 沒錯 就是透過這個學校 對 我必須要講 你一般EMBA 大家會怎麼去交朋友 然後這邊寫論文很正常 可是你交朋友的目的 不應該是說把台灣的資源 然後去賣給中國 然後成為了中國一種 一帶一路的一個延伸跟做法 當台灣的農產品 台灣的這個生意 全被中國掌控的時候 中國就可以用政治因素 去壓著你 讓你在經濟上面已經觸統 造成台灣被牽制 而在教育部補助的 中山亞太所裡面 竟然就明目張膽的 發生這種 一個教授整天正職工作不做 論文完全看都沒看 然後就讓他過 背後的目的就是讓一些 產業界的統派人士 學界的統派人士 跟中國的統戰部 相互邪惡情緒在金山獎 來出賣台灣的利益 這個就是我覺得 最荒謬的地方 所以李梅貞 我目的上 我也感謝他論文超那麼誇張 他超那麼誇張 真的一拉就一串 讓你發現說 其實中山大學本身沒有問題 中山大學很多學生也很認真 也很多認真 在職專班也沒問題 有問題的是這個戲所的 老師林德昌 包含外面外部的這個朱景棚 還有李梅貞 所以很簡單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論文可以超那麼誇張 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一個 中國統戰的共犯結構 倫敦 這個戲 脱 vinyl 把鼬的表情 我很關心 現在印尊 drain 將人 抓找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